Hello,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准时参加我们每周六的交易现场 我是Initin's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ie 目前申请季到了最忙碌的阶段 不止12年级的孩子们在完善申请表格和文书 其他年级的孩子们也开始着手准备今年的暑期活动了 在大学申请中有哪些课外活动是最有技术含量的 暑期活动有哪些选择呢 在申请的时候是不是有些窍门 那今天讲座的分享人是有着六年大学规划和申请经验 并且也是我们的Senior Consultant陈老师来给我们一一解答 如何合理利用暑期活动赢得招生官的青睐 那对于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可能还不了解Initin's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 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团队是升学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高中和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活动规划、职业规划、高中AP Honor私教课程 SAT、ACT考试培训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那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学校的学生 包括南湾、东湾、三番市半岛 还有Sacramento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Enlightings的顾问老师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是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 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 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如果大家在讲座期间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屏幕下方的Chat功能里打出来 我们会在讲座的最后问答环节 尽可能回答大家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 因为讲座时间有限 收到的问题会按照先后顺序回答 建议大家尽早提问 好的 那么下面就有请陈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大家晚上好 好久不见 上一次讲座好像还是十月初的时候 那现在呢 其实每个consultant都非常忙 包括high school consultant 包括我们那些private consultant 大家都忙着帮12年级的学生 在申请这个大学 但是实际上很多的summer camp已经开始了 那尤其是一些比较advanced 像我自己有些学生已经在写assay了 那现在11月份也是时候开始要考虑说 明年summer要做些什么事情 那今天的话会给大家go over到几点 一个是我们会有一个general的introduction 是关于EA的所有的activity 另外的话呢 今天的重点是summer program 因为现在正是这个季节嘛 对 千万不要觉得说 现在11月份summer还是明年的事情 summer camp不是1月份2月份才do啊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那另外的话呢 最后会我们会讲到一些 在你申请summer camp的时候 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包括一些tips OK 我们先从activity开始 在我们很传统的概念里面 学生啊 成绩最重要的 但是到了美国以后 发现说 这个activity好像有的时候 对学生的帮助非常的大 或者是对学生的 在申请学校时候的影响非常大 那从 我们从学校的招生官的角度来看 activity的话 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些activity的 这边的话是选了三个学校 招生官的观点 那第一个的话是U Chicago 那U Chicago的这个招生官表示说呢 他们其实很喜欢听到说 这些学生在做这些activity的时候 他学到了一些什么 因为知识的来源不光光是书本 他从课外的活动里面 他其实是体现一个学生的 一个性格特点 包括说他的一个成长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那Johnson Hopkins的话呢 他们认为的是 那在summer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学生的summer是非常长的 而且美国的学生 不像我们中国的孩子 好像夏天的时候 都被学校逼着在补课 那美国学生的summer这么长 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 productive的summer 也就是说你整个summer的时候 你不是闲着的 OK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整个summer是闲着的话 你到处去玩啊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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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有非常广的选择 那这个学校的话呢 他其实希望的是 那学校希望学生在Summer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了解这个Culture Life的一个机会 那也就是说Summer的时候 其实给学生一个对大学的一个期待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就为什么说Summer的时候 你其实去参加一些Program啊 去参加一些Camp啊 其实表现的不光是你的兴趣 而且是你为什么会是一个Good Candidate 你为什么适合读大学 可以从你的Summer里面体现出来 OK 那另外的话呢 再从更Technical的方面来看 这边的话是NACAC的一个调查结果 这个组织是一个官方的一个 所有的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or的一个官方的组织 他们每年呢 在申请期结束以后 会做一个Survey 那最新的这个Survey呢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说在你的大学申请里面 你的这个Positive Character 到底有多重要 那在大家可以看到说 对非常Selective的学校来说 就是竞争正阶段的学校来说 更南京的学校来说 他们更看重学生的Positive Character 那Positive Character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的这个正能量 OK 我们可以解释为正能量 通过哪里体现呢 除了你的成绩好以外 Activity 你的Involvement 是一个重要的体现 你的正能量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在成绩好的同时 我们还要去安排很多的一些课外活动 那对学生来说的话 为什么学生们要做这个Activity 首先一个对第一年级的学生来说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需要学Export 很多九年级 十年级的学生 他其实不是说 一来就有非常明确的方向说 我要学医 我要学Engineering 或者怎么样 或者有的时候 他可能会想说 我可能会去学医 因为Medical School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或者是说 我可能要做Engineer 因为我爸爸可能都是Engineer 但是实际上他对这个职业 他对这个方向 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所以EA的话 这个Activity 其实是给学生一个机会 去确定说 他到底喜欢什么 那另外的话 就是对学生来说 Activity是去展示 他的一些Interest的一个地方 包括说一些Advanced 当你进行到一些Advanced Activity的时候 他展现的是学生的 不光是他的Interest 而且是他的能力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很多去申请到 这个我们所谓的长春藤 这些私立学校的 学生的Profile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这些学生 这个他们的亮点 往往都是在 他们的不同的Activity上面 那说来说去 Activity到底有多少 那Activity的话 它其实有很多种 接下来会给大家 Go over到 从基本的 到一些Advanced 但是这个基本和Advanced 并不是分 用年纪来分的 不是说 九年级的时候 我就做Volunteer 十年级的时候 我去做Club 十一年级的时候 我可能就去做Summer Camp 其实不是这样子 那Activity这个东西 其实贯穿在你 整个高中四年 包括十二年级 OK 不是说到了十二年级 你就不用做Activity了 十二年级 其实正是你把你的Activity 做到最好的时候 而且这些PlanedActivity 学校都是需要看到的 那在这整个四年当中 你的所有的Activity 你可能从九年级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多种 比如说Volunteer 比如说Club 那到了之后的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你是慢慢把它 去做到更好 去做到更Advanced 而不是说 我九年级的时候 做一些简单的 那到底有哪些东西 是学生需要做的呢 首先一个 Enrichment course 也就是说课外的一些课程 比如说 你想学Computer Science 你可能从九年级的时候 甚至八年级的时候 就要开始学一些Python 还学一些简单的Java 而不是说 到了十二年级的时候 你再来找到 我说 我们每年都会有这样子的学生 十二年级的时候 跑到Contour这里来说 帮我申请大学 我想学Engineering 然后完了以后 没有其他的Activity 那这个时候 其实就很难办了 OK 所以这就为什么说 我们Activity 它是循序渐进 你要从丁年级 就开始规划 OK 那Volunteering 那Volunteering这边的话 属于是一个Basic Activity 为什么呢 因为Volunteering的机会很多 到处都有 但是Volunteering这个东西 说实话 这边特别 我需要拿出来说的是 很多学生或者家长 会来问说 你们有没有什么 Guaranteed Program 可以帮我拿到多少多个小时 或者是 你们有没有这种 Summer的时候 组织我们去 这个某个国家 或者是某个地区 去做这个Volunteer 就一个礼拜 大概就有个40个小时 这样子 那其实我给学生的建议是 与其你去看这些 所谓的International Program 你不如做一个长期的 从九年级踏踏实实 每个礼拜 在local community做 为什么 这个community 我们身边的community 才是你需要去专注 去focus的一个community 你需要回归到的是 离你最近的这个community 而不是说 在Summer的时候 然后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做一些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盖房子也好 或者whatever 那我们讲 在做Volunteer的时候 我们讲究的是一个 长期的一个commitment OK 这个长期的话 是一个consistent 那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每个礼拜 during school year 甚至说你整个 全年都在做的一个 一个volunteering 虽然说它可能 最后算起来 你的时间 跟你的暑假 非常集中的 去某一个地方做 可能会差不多 但是它的意义 是不一样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 是clubs student organization 那这个的话 就是说在学校里面 这个有大量的机会了 这个多多少少 学校都会有一些club 跟专业相关的 这个是鼓励学生去参加 那art music sport 这一类的话 大部分文区的孩子 都会有一些 毕竟这个全面发展 像弹钢琴啊 小提琴啊 画画啊 然后包括一些sports 这些的话 都是属于一些 比较基本的 但是可能有的孩子 在后期的话 他会参加一些 competition也好 或者是他可能会 在自己的兴趣的基础上 去做一些project 那这些的话 就会变成advanced activity 那advanced activity的话 有包括到说leadership OK 比如说club的leadership 比如说你自己的organization 的leadership 那summer camp 这个等一下 我们会重点讲到 为什么summer camp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 当然不是所有的summer camp OK 那还有一个job 就是part-time job 哪怕是 其实我会很鼓励 你学生去 是一些part-time job 不光是一些 通过这个家长的关系 找到的 比如说奶茶店的工作 比如说这个bacery的工作 这些工作 其实对学生的成长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 因为为什么 这是真实的人生 OK 你真的是要去serve 一些不同的人 你要去跟不同的人 打交道 那而且你的老板 对你的期待 是爸妈和老师 对你的那个期待 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 这个part-time job 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那最后的话是 research和internship 那research和internship 这个属于比较高阶的 这个activity了 那internship的话 很多其实是通过 这个connection找到的 那research的话 我们有很多的summer camp 会提供这样子的机会 但是又回到刚刚的 刚刚的讲过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去得到 这样子的research的机会 不是说你11年级的时候 到这边来说 我要申请一个 有research的summer camp 你就可以马上申请到的 这个东西 你是需要有一个基础的 OK 你在9年级 10年级的时候 你要通过你的acceptity 去证明你的能力 要通过其他的一些 比较基础的 这个summer camp 这些program 去证明你的兴趣 那这些的话 都是要提早规划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鼓励学生 要早一点 早一点要开始 今天的重点 就是summer 为什么我们需要 去做一个summer planning 为什么我们会鼓励学生 去参加不同的这些camp 首先一个是explore 因为学生 他毕竟对很多的career 他其实并不是 那么的了解 他可能有从父母 从亲戚 朋友里面 听说了一些这样那样 但是他自己 是没有一个 这样的体验的 那summer的话 就会给他一个 这样子的体验 另外的话呢 在summer camp 大家如果去看 很多summer camp 他提供的一些 课程的内容的话 你会发现说 很多的这个summer camp 他offer的这些课程 他其实在high school 学生不会上导的 一些课程 非常有意思的topic 那比如说这个CMU 有一个game academy 那这个的话 他们教的是 这个game design 那很多的这些skills 是平常在学校里面 学生是学不到的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在summer camp 里面 学生其实会 会接触到非常多 不同的人 international也好 或者从美国的 其他地方去的学生 这个是给学生一个 接触到更diverse的 一个机会 另外的话呢 是friendship and connection 这边的话 要比较重点提到 这个connection 那connection这个东西 对学生的推荐性 其实是有帮助的 当然一般的summer camp 是不会 不会帮学生 写推荐性的 那到了比较advanced summer camp 包括说一些 主要是一些 带research的 一些lab experience 的summer camp 那这个你的mentor 或者是你的professor 很多是会帮学生 写推荐性的 ok 在我已经进到 一些top school的 一些学生里面 多多少少 大概两三个学生 都有拿到 这样子的推荐性 那最后的话 就是taste of college life 这个是对学生来说 非常期待的一点 对 就是离开爸妈身边 然后去到很远的 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环境里面 去体验一下 这个大学生的生活 因为他们的确是 住在这个大学生的宿舍里面 或者像大学生一样的生活 ok 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自由的机会 ok 那有哪一些summer camp呢 那很多时候 大家可能会按照subject来分 就是一些比较常见 像科学类啊 人文类啊 这样子 那我比较喜欢 用这个pay to play 和lecture base 和research来分 这样子可以非常清楚 看到不同的难度 不同的要求 那这三种呢 我们会首先会介绍到 这个pay to play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什么是pay to play 难的就是说 你付钱就能去吗 没错 就是付钱就能去 但是付钱就能去 并不代表说 它是不好的 ok 你这个里面不能花等号 为什么付钱就能去 也有好的 那这种pay to play summer camp 有一些的确是不太行 因为每一年 学生都会给我看 各种各样的 他们从邮件里面 收到的一些广告啦 包括说寄到他们家的 很多这种看起来 非常fancy的材料 印得非常的漂亮 一个大大的信封寄过来 然后上面写的各种 honor program 这个leadership 然后最后看完以后 很多都是 好啦你交个钱了 来我们的conference 怎么样 很多这些其实都不太行 就是赚钱来的 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的 pay to play 像一些 以science为基础的 像math 这些以兴趣 学生的兴趣爱好 为基础的 这些pay to play program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 像给八年级 九年级的学生 当他还不知道说 自己要做什么 或者是他们对某些东西 有一点点憧憬 但是不是特别了解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 让他们去体验的机会 因为很多这样子的program 在这个阶段的program 它其实也不是非常的贵 就是它的价钱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和其他summer camp比起来 而且很多都是local的一些program 也不需要说去到很远的地方 花很多housing这样子的钱 那所以这个pay to play 并不是说 你要一棒子把它打死 就只要是pay to play 我们就都不去 OK 所以你的选择非常的重要 你要知道说 怎么去选择一个对的program OK 那lecture based 这个是大多数的summer program 都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 那lecture based呢 我喜欢把它分成两类 一种是专门给high school student准备的 那它这个整个的program 里面全部都是high school student 那比如说这个 Stanford的这个SSI 比如说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 这个加州的学生 非常这个基本上 大家都听过这个cosmos 这个是UC的 等一下会具体的介绍到这个cosmos 然后还有一些像columbia 像这些carnegan-mallon 都会有这个lecture based 专门给high school student 学生准备的这个summer program 那这个也是这个 当然今年的话 因为情况特殊 很多这样子的program 全部都cancel 对 那另外summer course 那summer course呢 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它是大学的summer term 那它是正常的大学的 这个summer term 它是open for high school student 它是允许high school student 那这样子的summer camp 这样子的summer program 也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berkeley 其实就有 berkeley的summer 我有很多学生 已经去过了 它其实是和 berkeley本身的这些大学生 一起上课 所以这个难度 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对学生的这个成绩的要求 会比较高 因为你一定要能够handle 这些college level课 这个时候这些老师是不会说 因为这些大学的professor 是不会因为说 你是一个high school student 我就降低对你的要求 不是的 他看你是和那些大学生 是一样的 所以在Hover 也有这样的program 那在你申请这些 这种program之后 学生就要想到说 你现在的level 能不能handle这样的课程 那当然如果能进的话 其实我记得有一个学生 有一个summer的时候 在berkeley上了两门 这个cs的课 他说非常的难 但是上完以后 他就觉得收益非常的大 就是这个真的是 他在学校里面体验不到的 一个fast pace class 非常有挑战性 而且还有这个college credit 这种lecture based program 大多数都是residential 那短一点的话 可能是两个礼拜 那长一点的话 有长到六个礼拜 尤其是这种 如果是summer course的话 这个的话 他一般都会有六个礼拜 到八个礼拜都会懂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 在summer里面 要完成的一个大学的 一个课程 那最后一个话 就是major oriented 这个就是说 你在选择summer program之前 你要知道说 你想要的是什么 你是想学computer science 还是想学biology 还是说你对literature 感兴趣 对人文方面 还是说 你想以后做艺术 对艺术感兴趣 那这些的话 这些很多lecture based 的summer program 它都是有方向性的 那当然有一些是综合的 但大部分 其实它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在你做这个之前 其实还是需要 有一点点direction 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要从第一阶的 可能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pay to play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activity 来帮助你去确定说 你的方向应该 可能就是这个了 ok 然后我们再去来选择 接下来的这个planning 所以这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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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按部就班的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cosmos cosmos是一个 专门为high school student 准备的一个summer camp 价钱方面的话 我觉得在所有的summer camp里面 在同类型的summer camp里面 是还性价比还不错 对 那它是offer by UC 你有四个campus可以选择 Davis SDE SC和这个ERVA 四个campus的话 的这个topic 他们offer topic 有一些些不一样 那每一个campus的话 大概能够接受 大概160到200个学生 那acceptance rate 在39左右 其实不是特别高 三选一吧 对 那主要是这个申请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那3.5的GPA 这个3.5的GPA是 是官方公布的 大部分都能被录取的 学生的GPA 但是我知道的很多学生 进去这个cosmos的GPA 比3.5要高很多 OK 那它是一个四个礼拜的 带住宿的这个program 也就是说它有housing 它有这个milk plant 所以吃住都在那边 四个礼拜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topic 都是这个stamp相关 UC嘛 对 还是比较focus在这个科学啊 数学啊 这个engineering方面 那它的recommendation letter OK 这个有 其实这个咱们申请UC的时候 并不需要recommendation 但是你申请这个cosmos 这个summercamp的时候 你其实需要准备 最好是两个 一个必须是从你的science 或者是math 老师那里来 这是规定的 另外一个是optional 你可以提供counselor的 也行 其他的老师的也可以 这是一个optional的 这个recommendation I say yes 你需要写personal statement 所以看下来的话 当然还有提交成绩单这样子 那当然所以看下来的话 你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说 你申请一个这样子 就只是一个还没有到research level 还是lecture based的summer program 你已经需要提供的东西 差不多跟申请大学是一样的了 OK 那 Berkeley 这个Berkeley 刚刚也提到一点点 叫pre-college summer 这其实是Berkeley的正常的sension 然后它开放了一些spot 给high school student 那这边的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首先一个 OK 它招收的学生 必须要16岁 那是基本上都是Rising junior和senior 就是它的硬性的规定 那另外的话 它上面写的 OK 它的上面写的是 3.5的GPA 是你的这个minimal requirement 但是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说你去Berkeley 上一个summer的course OK 然后你的高中GPA 真的如果只有3.0的话 你真的能handle那个course吗 我觉得不一定 所以还是建议说 大家你在选择这些summer camp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对自己有一个 非常完整的一个了解 那Berkeley这个summer camp 它有两个option 那一个是residential 另外一个是commuter 也就是说 你可以选择住在Berkeley 住在它的动物里面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commute 因为有很多local的孩子 他选择commute 我之前有一个Fremont的学生 他就是每天做Bart 从Fremont到Berkeley 去上他的课 那这个它和Cosmos 有一点点不一样 是它的course option 非常的广 因为这个是一个 大学的summer的term 另外一个话 它就是可以给你college credit 因为你上的就是college的课 OK 上的就是UC的课 那essay的话 again yes 你还是需要写 写这个shorter response 所以在申请这些program的时候 大家脑子里面 已经开始想说 这些program的话 和申请大学 好像没有差别 而且难度是 这些program 它都有它自己的 separate application 你每一个program 你都得重新来一遍 所以而且他们的datline 是完全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没有申请过 summer camp的学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讲到这个research summer camp 那这个的话 在比刚刚讲到的这两个summer camp 这个lecture based summer camp 又要进阶了 这个应该算是 可以说是top summer program 那research的program 它是highly selective 多selective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那这样子的 有research的summer camp 如果你说 你没有任何的经验 你没有任何的东西 去证明你的passion的话 你是非常非常难去申请到它的 OK 那大多数的research summer camp 都是residential 因为为什么 它时间非常的长 六个礼拜八个礼拜 甚至有十个礼拜的 这个research summer camp 你整个summer的时候 基本上就在那边 而且它是一个类似 它的 你的工作时间 基本上算是一个full time OK 那highly major oriented 刚刚已经提到了一点点 就是你要做research 你必须知道说你想干什么 OK 你必须有一个 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方向 对 那最后的话 就是说 这个是for students who are prepared OK 不是说我想申请就申请 不是说你有一个4.0的GPA 你就能申请到 OK 那你有没有 和别人一起做project的经历 你有没有一些 之前做一些program的一些经历 这些东西都是 在你申请research 这个summer camp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 会给大家介绍到 两个research summer camp 第一个的话是BU RISE 那这个program的话 首先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acceptance rate 它的acceptance rate 900个里面选130个 大概是14%的acceptance rate 14%是什么概念 14%大概是Berkeley Karnege Mullen这个level的大学的acceptance rate BU本身 Boston University 本身它自己的大学的acceptance rate 大概在19-20的这个样子 所以它这个summer camp是非常competitive 那它收的是Rising Senior 那Rising Senior呢 他们基本上进去的 这些Rising Senior的grade 都是A-到A的这个level 也就是说 no beast almost OK 那这是一个 六个礼拜的research program 它这个program 要求学生每个礼拜工作40个小时 这是什么 food time job OK 这是一个每天工作8小时的food time job 那这个program 基本上它所有topic都是stem related 都是跟science相关 需要SAT ACT 这和大学申请一样了 当然明年的话它是不需要的 OK 明年的话它是不需要的 因为这个COVID的关系 基本上很少有学生会能够达到这个要求 那这个program 它要求学生写三个essay 三个essay 两百到三百 三百字的essay 这个什么概念呢 这三个essay 比这个BU college application的writing supplement还多 OK 它的college application writing supplement就一篇 对 但是你申请它的这个research sum cam 你也得写三篇 那另外的话 你需要两封推荐信 其中一封 必须是从你的mass 或者是science teacher来 OK 所以这整个的summer camp 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申请难度 比申请BU本身这个大学要难很多 OK 这边讲的第二个 这个summer camp 是离我们比较近的 这个UC Santa Cruz SIP 这个summer camp很有意思的是 它的deadline稍微晚一些 比其他的research summer camp 都晚一些 它的deadline在cosmos放结果的后面 也就是说 就UC嘛 对 它有的时候可能 有的学生 我记得有一个学生 他当年是进了cosmos 然后cosmos 让他交deposit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 UCSC这个research program 它的结果出来 它也进了 但是它已经交了cosmos deposit 最后怎么办 那个deposit 没有要了 没有办法就不要他了 最后去了这个research program 毕竟这是一个research program 那这个program它非常长 它是一个整个夏天 你基本上都要 都要放在这个program里面 是一个十个礼拜的research project 那你的mentor 有的是professor 有的是graduate student 这个program它的好处是 它给你两个选择 你可以住那边 也可以commute 那UC Santa Cruz 它是有这个shuttle 每天从Santa Cruz 到湾区 到南湾吧 它有一个shuttle 每天来回 所以如果家里是住在南湾的话 其实很方便 那这个program 它大部分招的学生 是我们整个湾区的学生 它可能也是比较偏local的 一个program 那这个program呢 它有三个两百个字的essay 一个五百个字的 五百字的essay 这加起来是多少 1100 1100 OK 1100是什么概念 UC application 四篇essay加起来1400字 然后这个summer time 到1100字的样子 最后的话 它也是需要两篇的 这个推荐性 一篇的话 必须从stead line 就是你的mass和size teacher 所以again UC application 都不需要这个推荐性的部分 所以这个summer camp呢 其实还是很受 湾区学生的欢迎的 有的学生可能不太知道 但是这几年变得比较popular一些了 对 这个program它的topic 其实我觉得会比 BURIES要更广一些 对 有些program非常有意思 它的有一些project 非常creative OK 最后的话 一些tips 讲了这么多summer camp 那你要 到底要怎么选择 怎么申请 首先一个 你绝对绝对绝对 不要wait until last minute 不要说 等到了一月份了 然后完了以后说 我想申请RICE 我想 我想 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说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 这个 比如说RICE 你可能要写三篇 三篇essay OK 你得到了 到了一月份的时候 你再开始来写这个essay 你的 给你 留给你改的时间 留给你ponish的时间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对 那 这些summer camp 我会建议 大家把它当作大学申请来做 OK 那这些summer camp的话呢 它有一个难点 就是summer program 它不向大学申请 大学申请我们知道 EAED有一个 大家可能都是在 10月底 11月初的样子 然后我们有一批 公立学校deadline 大概在11月份 那最后私立学校 regular deadline 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 这样子的概念 但是summer camp 它不是 每一个summer program 它都是非常非常 独立的存在 它所有的要求的 这些document 它要求的这些assay 它要求的这些application 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当你如果说 你到最后再来准备的时候 那个时间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而且我们还要想到说 这种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学生 它可能没有12年级 学生那么 true 它需要更多的时间 花在它的准备上面 OK 然后包括说 你的summer camp 如果是需要推荐信的话 你还得去找老师 这个时候老师会说 我已经答应了很多senior 我要给他们写推荐信了 然后我很忙 我没有办法把你写推荐信 这个就很尴尬了 所以一定要提前开始规划 一定要提前开始准备 另外的话 你要知道说 你自己的schedule 你的summer schedule 你的location的选择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我们帮学生 选完一些summer camp 以后有学生说 我又不想去那里 我又不想去这里 然后包括说你的budget 因为summer camp 它可以很贵 OK 贵一点的话 可能七八千的样子 然后再贵一点的话 像这个 应该是 Hornell这个architecture program 大概是一万多 OK 所以这个 一定要在决定说 我要申请summer camp 或者是我要去哪里 哪里哪里 之前你要知道一个 要有自己的一个budget 要有一个底线 OK 另外的话 就是你在edit assay的时候 刚刚也讲 大家也看到说 这个summer camp 有多么competitive 这个14%的录取率 那还有更迪达 MIT 在做这些的时候 你的assay 是就像 cold application一样 你的assay是体现 你这个人的一个 character的地方 你为什么会是一个 good candidate 这些东西都要 需要通过你的assay 去体现 你的经历 你的成长的过程 你的兴趣 全部都在你的assay里面 所以你的assay 不能等到最后再来写 OK 那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你的这些documents 刚刚也提到说 每个summer camp 它的要求都不一样 有的要一个推荐性 有的要两个推荐性 有的要成绩 但有的不要成绩 但有的要考试成绩 有的不要考试成绩 那这些的话 这些东西你都是要 需要做一个excel 来keep track OK 那最后的话 你需要一个plan b summer camp的admission 非常难predict 它比申请大学 要难predict 所以一个专业的consultant 他在给学生 做summer planning的时候 他不光是说 你条件很好 我们去申请这些 fancy的summer camp 这是一方面 另外的话 如果 如果anything happens 我们还能做一些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plan b 这样子学生不会说 整个summer的时候 就非常空虚的度过了 就没有事情做 这是不可能的 OK 那所以我们 这个plan b 一定要准备好 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整个plan b 是一套的一个service 所以如果大家 不是特别了解的话 很迷茫的话 当然建议大家 找专业的service OK 好的 谢谢陈老师 今天的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 开始我们的 Q&A环节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 陈老师 有家长问说 如果GPA不好 unweighted的GPA 3.6左右 是不是 就去CC community college 修一门课 拉高GPA就好 几年级 没有说几年级 我是建议说 你在修课的同时 也可以考虑一些 其他的一些 summer activity 这样子的话 不是说 我整个summer 都在都在做 肯定的东西 因为毕竟 summer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chunk 对对对 确实是 提高GPA呢 其实只是 这个大学申请 要求的其中一项了 那还有很多 其他的这个activity 也是需要covered out的 所以需要均衡的选择 好 那下一个问题 非AP课拿A和AP课拿B 哪一个在申请大学 更有优势和竞争力 这个一个是 你要看你什么样的AP课拿的A 你什么样的AP课拿的B OK 跟你的专业有没有关系 另外一个还有他对你的 overall GPA的影响 这个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 一个transcript的话 很难说 好下个问题 这个UCSDMAP program 一个mental assistance program 是不是UC很认可的program 认不认可这个东西 不好说 一个program 你要看它的价值的话 当然我们说的这种research program 它的价值当时在那个地方 因为你整个 你是一个长期的一个program 另外你要看一个program价值的话 其实要看说你到底在里面学了什么东西 OK 还有你自己的话 在program以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继续的发展 对 所以并不是说一个program会让你得到什么样的认可 好 如果明年还疫情 online summer camp还有意义吗 要看哪一个program 对 我觉得要看哪一个program 而且要看它的program的 它的online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来offer 对 比如说它可能会 如果是一些跟engineering啊 robotics相关的话 它会不会把一些robotics kit寄到寄给你 然后这些包括说它的mentor 它的老师和你的上课的一个形式 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这些都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 即使是online也是需要可以考虑的 对 如果明年还疫情的话 大学肯定会相应的做出一些变化 对 所以summer camp 不管是summer camp还是summer activity啊 这个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不管是online还是in campus 这些是暑期还是肯定一定要做的 当然在选择上面就要有所抉择了 好 下一个问题 10年级还是11年级的暑假 参加下校更好 都参加最好 这个是一个刚刚已经提到的说 11年级11年级包括9年级 都是一个群续建计的过程 你可能从比较简单的开始 比较简单的开始积累一些经验 然后到后面的话 其实对你申请一些比较难的summer camp 是有帮助的 对 因为10年级开始呢 就是大学基本上很多的summer camp 或者是有含金量的summer camp 就已经开始开放给10年级以上的学生了 如果10年级能够申求到肯定更好啊 那11年级如果可以继续的话 也是非常好的 就刚刚陈老师讲的这个consistency 这个事情 好 下一个问题 8年级马上升9年级的暑假 怎么做activity 做哪一种比较好 8年级升9年级我会建议学生做这个 多花一些时间在volunteering上面 然后另外的话 他可以看 他如果有兴趣的话 他可以做一些跟他的这个兴趣相关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活动 对 给他打一个基础 因为很多学生他8年级升9年级 暑假做的事情 他在高中的时候一直在延续 我现在就有 对8年级升9年级的时候这个activity 因为这个summer很长的时间 他可以做很多不同种类的 主要是一个合理的安排时间了 如果说您孩子可以 他有时间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activity 那肯定是最好的 并不是说做某一项activity 会更好或者是怎么样 好 下一个问题 cosmos今年被取消了 明年怎么样 九年级学生的录取率是多少 嗯 九年级 cosmos并没有特别的提出来 九年级学生的录取率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说是有九年级学生被录取的 当然被录取的 我知道的九年级被录取的学生的这个 他们的课上的比较advanced 就是比较和普通的九年级相比的话 对 那今年的话取消了 对 明年的话 明年的话 我觉得他不会一直这样子就不做了 就是怎么样他应该要开始考 UC也需要开始考虑说 怎么样offer一些online的东西了 OK好 下一个问题 如果十年级暑假之前不满16岁 例如九年级暑假 那能申请什么样的活动 九年级暑假很多 那个Stanford就可以 然后另外的话 你可以试试cosmos 因为cosmos并不看你的程度 对 这个要看学生的程度 还有就是说 九年级的话 如果是没有很 没有很强的方向性的话 可能一些短期的 比较简单的一些summer camp 可以帮他explore一下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好 下一个问题 八年级暑假 有可能可以修九年级的课 然后九年级能直接上 advanced的课吗 好多朋友的孩子 九年级都没法上honor class 然后四年高中AP课的数量 就没法上很多 提前修跳课 这个问题 跳课你可以跳 数学是可以跳的 数学是很容易跳的 其他的课有 十八年级暑假 我知道有上biology 在summer school 对 当然你能 到底能上多少的honor课 要看你的学校的规定 OK 但数学我觉得一般问题不大 因为你level到了就到了 对 但是其他的AP课的选择的话 要看学校 到底能让你选多少 一般公立学校的话 都限制 都有一些限制 不相私立学校 OK 好的 下一个问题 UC的GATI的含金量怎么样 在UC申请里有帮助吗 这program其实比较新了 其实有没有帮助 它多多少肯定有一点 但是你说一个program 一个summer program 到底对你的申请有多少的帮助 其实还是看你自己 对包括说你在写asset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你一个summer camp 你如果把它放在application上面的话 它如果只是一个activity的话 你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展示 你到底通过这个summer camp 学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学到多深 学到多广 那很多学生在参加了 比较advanced summer camp以后 他会把这个经历写成一篇asset 那这就关系到说 这个学生在他的asset里面 到底能体现多少他的learning 大部分的参加过这种 比较偏research 比较有project的 这些summer camp的学生 他写出来的asset 其实质量都还不错 大部分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让人失望的 就是好像他整个十个礼拜 在那边完了以后 回来以后 让他写一点learning experience 就写得非常的dry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要看 学生自己到底多用心 在做这个的过程 好的 那谢谢陈老师 今天回答了这么多问题 如果家长还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如果有家长想要关注我们的讲座 可以加我微信 然后我把您拉到我们的讲座群当中 我们每周六晚八点同一时间 都会有这个线上讲座 然后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谢谢家长们的参与 也谢谢陈老师今晚这个干货满满的分享 好那我们下周六晚八点不见不散 我们下周六晚三率 入迹 都顶e